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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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我們在撰寫學術論文的時候 我們常常也會參考到一些相關的研究報告 這個研究報告 如果作者是機關單位 那呈現的方式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這個機構 我們當作作者 然後這個報告的出版品 它的名稱 報告的編號 然後出版商出版者的訊息 譬如說 這個政府單位 機關單位 譬如說這個是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這個機構 他在1990年出版的這本報告 然後他的編號 然後他是這個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出版的 這樣子的方式來呈現 那另外如果 參考的這個報告 他是作者是個人 而不是機關單位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用這個個人當作作者 然後呢 這個報告的名稱 然後這個報告的編號 然後出版者 著名 我們用實際的例子 譬如說 這個就是這兩位作者 那他發表的 或者他完成的這篇報告 那這個報告的編號 然後這個報告的出版者呢 就是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就是這個學校 然後他們的一個中心 出版的 那是當作出版的這個出版商 或出版單位 那另外呢 中文研究報告的參考文獻 這邊稍微提醒一下 只要你參考的是研究報告 中外接染 一般他一定 你可以找到這個研究報告的這個編號 好 那如果呢 像一般來講 科技部常常會委託很多老師 進行一些研究 參考的是這些科技部的研究報告 那基本上這些報告 如果是沒有出版的 那我們就會特別註記 是沒有出版 好 那我們看一下中文的格式 同樣的 這個委託者 他進行的這個研究 那作者年代 然後這個報告的名稱 我們是用出體 然後呢 因為他是 這個 有單位委託的 完成的這個成果報告 所以委託的單位 我們要把它標明 然後呢 這個報告的這個編號 我們就會放在這個 委託單位的後面 那因為他是沒有出版的 所以我們特別會註記 在最後標示是未出版 好 像這個實際的例子 譬如說這兩位作者 然後呢 他們接受委託 進行的這個研究 那是誰委託的呢 就是行政院科技部的專體研究成果 繳交的這個報告 然後這個報告的編號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 科技部委託的 他們都有一個編號 然後呢 因為他沒有出版 所以我們就註記最後 就是未出版 這個方式 那另外如果 譬如說有些單位 同樣的也是委託的研究報告 但是如果這個報告 那個單位有出版 已出版的這個形式 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的這個委託的研究者 作者姓氏名稱 然後他的年代 然後報告的名稱 然後是哪個單位委託完成的這個成果報告 然後他的編號 那因為有出版 所以就註記出版商或出版者 像這個例子 是這些人接受委託 然後完成的 有關大陸小學教育政策 還有教育內容的研究 這個是報告的名稱 所以是出體 然後呢 是教育部委託的這個專體研究成果報告 那個報告的編號 那最後呢 因為他有出版 所以出版單位 就是註記 這個出版商就是教育部 另外還有一種 同學在撰寫論文的時候 也常常會引用到的 就是會議的專刊 或者研討會的一些論文 那同樣的 我們先以這個英文的格式 來跟大家做介紹 譬如說 如果是已經出版的會議專刊文章 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的 這個作者 就是可能會議專刊文章的作者 年代 然後呢 這個 paper 的這個名稱 然後呢 是收錄在誰 就是有編輯者 誰編輯的 那可能是哪一個 這個研討會 它 Symposium 的 topic 它的主題 然後這個研討會的這個 title 主題名稱 然後頁碼 然後呢 出版者 好 我們用實際的例子來看 譬如說這個 Desi 他 2019 他發表的這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是收錄在哪裡呢 是在這個 這一位編輯者 他所編輯的這個研討會的 topic 這個書籍的名稱當中 然後這個頁碼 就是指這一篇文章 他發表的這個收錄的這個頁碼 然後呢 是 Nebraska 的這個大學 他們所印製的 他們所出版的 如果同學有印象 這個格式跟我們前面講的 那個書文集裡面的 引用的那篇 之中的一篇文章的格式 非常相近 因為研討會如果他有專刊 那一定有編輯者 所以同樣的 他也是要把編輯者放上來 那他的方式 同樣是用倒置的方式來呈現 好 另外呢 如果我們參與的這個研討會 他是有主持人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APA 他在做規範的時候 是規範的非常的詳細 前面的是沒有主持人 那如果你有主持人 請注意 他就要註明這個Chair 就是誰主持 主持人的名稱 然後同樣的這個 研討會的主題 然後這個研討會的這個title 這個名稱 好 我們看一下實際的這個例子 譬如說 這幾位作者 他們在1990 然後參加的這個研討會 然後呢 這一篇 所發表的這篇文章 他是收錄在 由這一位主持的 這個主持的這個名稱 這個議題的名稱 是reducing 這個medication 這個主題的這個topic 裡面 然後呢 這個研討會呢 他的名稱 完整的也要呈現 好 最後要呈現的 就是 這個研討會 他的title 好 名稱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如果你參與的這個研討會 是沒有主持人的 那這時候呢 相較是比較簡單 好 那你只要把這個作者 然後發表的年代 日期 然後呢 這個發表的 你是用paper 或者poster 的 發表的這個名稱 然後呢 加上 就是說明paper 或者poster 這個section 然後present presented at 什麼meeting 哪一個會議 然後會議的這個組織 或者名稱 呈現出來 所以用實際的例子來看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篇文章 是這個作者 他發表在 這個會議的這個名稱 當中 他所發表的這個文章 那是我們所參考引用的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中文 中文也是一樣 同樣的作者年代 然後你發表的論文名稱 那因為他有收錄在會議的專刊 所以是這個論文集的名稱 我們才要出題 那因為我們只是用他這個論文集裡面的某一篇文章 所以這個頁碼要呈現 好 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 有一點類似這個書文集裡面的一篇文章的這個 參考文獻的撰寫方式 好 這三位作者 他發表的這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呢就是在於 中文我們就是用在於 因為他有編這個論文集 所以是在於這個 譬如說國立台南大學 他主編的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這個出的論文集的名稱 然後頁碼 然後編者 出版者 就是這個編者 就是我們國立台南大學出版這樣 那另外如果同樣的 你參加的這個研討會是 那個Session 是有主持人的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研討會主持人的名稱 把它列上來 然後呢 把研討會的主題 研討會的名稱 呈現出來 譬如說 這位 他在2019年發表的 教育實習專業理論模式的探討 那他發表的是在這一位 譬如說王喬凡他主持的 因為有主持人 所以要註記 然後他主持的這個場次 這個場次的主題叫做 教師社會化的過程 那這個研討會呢 就是師資培育專業化的這個研討會 就是參加這個研討會的名稱 放在最後來呈現 那另外如果是沒有主持人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一般最常用的 就是研討會的參考文獻撰寫的格式 那我們就是作者 然後發表的論文名稱 然後助記這個論文是發表在哪一個研討會 就可以了 譬如說這個林天倫他發表的時間 然後呢他發表的主題 那這個呢請注意就是要用出題 然後助記這個論文是發表在哪一個研討會 那這個研討會的名稱完整的呈現 另外我們再來看 很多同學常常會用到相關的這個學位論文 作為參考的這個文獻 那學位論文我們知道 第五版跟第六版的格式 有一點點做修正 那我們直接先來看這個第七版 它的格式 英文的如果是沒有出版 為什麼英文我們一定會註記是未出版 因為學位論文基本上 我們都界定它是unpublished的 它就是沒有出版的這個參考文獻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英文的 它會用在論文的名稱之後 它會用括號來註記 叫做unpublished 如果是doctoral dissertation 就是博士的論文 或者如果你引用的是master's thesis 就是碩士的論文 會用括號來註記 然後呈現這個論文取得的institution 這個機構 注意 第七版你不需要再把哪一個大學的所在地 呈現出來 那同樣我們來看實際的這個例子 譬如說這個作者 然後他的這個論文的名稱 我們知道論文名稱我們要用協體 然後呢後面括號 因為它是一個博士的論文 所以註記它是unpublished 這個doctoral dissertation 然後呢這個是sta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就是密西根大學的這個博士論文 這樣註記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你參考的是網路版 因為現在很多的學問論文它都會上網 所以如果你查詢的你是透過網路版查詢的 那請注意 那你要註記你是透過哪一個database 哪一個資料庫所取得的 然後註明它的url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網路版的這個論文參考文獻的撰寫方式 同樣的作者年代 然後這個論文的名稱 然後因為它是網路版 所以呢它的格式稍有不同 它在這邊就註記 這個是master's thesis 碩士的論文 然後呢是這個morgan state university 這個大學的這個畢業的學生 然後它是透過這個procrested dissertation and thesis global 這個資料庫 所以呢把這個資料庫註記 那如果你還有這個網址 就把網址同樣也放上去 好那我們同樣來看一下中文的呈現方式 如果你是中文沒有出版的這個紙本的 你參考的這個學位論文 那就是同樣的作者年代 然後論文的名稱 那論文的名稱請注意要出體 那後面要註記 這個是未出版的 你參考的是博士或者是碩士論文 然後只要放上校名就可以了 那個地點不需要呈現 好譬如說這個黃靖怡這個作者 然後呢他的論文名稱 是我國大學圖書館 這一篇這個論文名稱 然後呢括號因為它是unpublished 所以我們中文叫做未出版之博士論文 然後呢最後只要註記這個校名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再把他的這個系所的名稱寫出來 只要呈現校名就好 好另外同樣如果參考的這個學位論文 參考的是網路版 好那請注意同樣的 好那一詢剛才英文的這個參考的文獻格式 好那如果網路版那有資料庫的名稱 好就把資料庫的名稱呈現出來 好譬如說黃靖怡他的這個博士論文的名稱 那因為是網路版那因為是網路版 所以在這個後面我們就要加注博士論文 然後這個畢業的這個學校校名 然後呢這個是progressor 這是我們參考的是資料庫 所以要把資料庫的名稱呈現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法令的文獻 如果有時候譬如說我們這個教育類 我們要參考一些法律法令相關的文獻資料 那我們在文中譬如說我們參考 私之培育法施行細則 那我們只要註記這個法 然後這個施行細則公佈的年代 好譬如說1995 好那如果我們參考的這個法令名稱 它有修正 那我們就在後面有註記 2001修正 這樣就可以了 那英文的話呢 也一樣 如果我們有用到 那同樣的這個法案的這個名稱 然後它這個法令公佈的年代 好那舉個例子 譬如說這個是Mental Health System的這個法案 然後它法案的這個編號 然後出版的這個年代 好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前面在講到參考文獻的時候 常常會出現有一些英文的這個縮寫 這些英文的縮寫的規定 APA它也有詳細的這個規範 這邊可以看一下 我們前面有出現 譬如說Chapter 那它因為是縮寫 所以CHAP我們用的時候是個點 那前面有提醒這個ED 如果E 是小寫的代表是Edition 是它的版別 那如果是E 是大寫的話 代表是Editor 是編者 那像我們前面有提到 一個P或者兩個P 代表是單頁或者多頁 那這些呢 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可以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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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雲